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有人说自信可以创造奇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有这样一个人 凭借强大的自信心 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例如在中日围棋擂台赛 十一连胜 其中前三届比赛 他孤身一人迎战日本 九位超一流选手 如果他输一盘 就意味着中国队输掉了整个比赛 但是他却神话般的 凭着一己之力 挽救了九个赛典 扭转了日本围棋界 对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压制 说到这儿 我想您已经猜出来了 对 他就是被称为围棋棋盛的 聂魏平 今天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读这本 聂魏平和张小璐合著的 聂魏平自传 力挽狂澜 齐盛聂魏平的黑白人生 我们去读一读 这位身经百战的齐盛 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大逆转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 1984年10月5日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 在日本东京新大谷酒店举行 其实这种国家之间的 围棋擂台赛的比赛形式 以前是没有的 书中说 之前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 一般都是中游的棋手 或者一些日后成名的 年轻棋手作为主力 领衔的呢 会有一些有名气的棋手 但是啊 大多已经过了巅峰期 换句话说 当时的日本队 只派二三流的棋手 和中国队比赛就足够了 但是到了1981年 中国的围棋水平不断地增长 开始具备了 和日本围棋抗衡的实力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 日方选手名单 熟悉围棋的朋友啊 看了这个名单之后 就应该了解 上面这八名日本选手 特别是后面三位 小林光一 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 那在日本围棋界 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这个名单一出来 立刻就有棋迷 泄气了说 中国围棋队这次比赛 那就是一次找死之旅啊 叶卫平在书中也这么说 对手的出场阵容非常强大 尤其后面三个将 当时体委领导和围棋队内部 都不无担心 万一他们哪一个 把我们一杆子录到底 会不会太难堪了 连我本人虽然立主办比赛 但对结果也是悲观的 可见啊 不但是舆论呈现出一边倒 就连中国围棋界内部 对这场比赛也并不乐观 日本队更是放话了 说前四名选手就能拿下中国队 10月5日 第一场比赛开始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左边的是中国选手汪建宏 右边是日本选手伊田姬姬 中间观战的是 聂魏平和日方的主将 滕泽秀行 结果是汪建宏紧张之下 鼻血喷出 败下阵来 第二轮 中方派出了江筑九 他的绰号是拼命三郎 他一上来就击败了伊田姬姬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连胜武将 一路打到了日本第三强棋手 小林光一 一时间舆论一片大热 甚至有人这样说 如果中国围棋队能战胜日本队 其意义不亚于女排夺冠了 要说 擂台赛的这种赛制 真是特别容易制造英雄 这边吧 江筑九刚刚连胜日本五人 结果 日本队的小林光一一出场 局势立刻就被扭转了 他相继战胜了江筑九 钱宇平 邵振忠 曹大元 刘晓光和马小春六人 直接杀到了中国最后一人 聂卫平的面前 此时的聂卫平 顿时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这书中说 他要是输给六连胜的小林光一 中国队就全军覆没了 他要是赢了 还得继续一人挑战 加滕正夫和滕泽秀行 这样的超级高手 这场比赛 聂卫平称之为 背水一战 我们看到 照片中的聂卫平 还是很沉着的 然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比赛很快就出现了意外 聂卫平回忆说 我一边想着棋子 一边突然发现 自己打不开氧气瓶了 这一急之下 来去匆匆 下了一步恶手 这氧气瓶可真是 关键时刻掉链子啊 事实上 聂卫平小的时候 就有心脏病 曾经下着下着棋 就休克过 所以比赛中 吸氧对他来说 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按说此时 他就应该精神高度紧张 又休克过去了吧 不然 我们来看书 聂卫平回忆说 我那时 心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事后回想起来 还是强大的自信 帮助了我 那就是始终相信 自己可以扭转形势 这不是个人的比赛 这是集体的决战 作为主将 我一输 整个中国就输了 我不能输 我必须搏 用悬崖边上的一只脚 也得搏 在强大的自信心支撑下 聂卫平抓住唯一的机会 放出了胜负手 结果 小林光一 犹豫 退缩了 就在这一弓一手中 形势被扭转了过来 最终 聂卫平 代表中国以两目半的优势获胜 他也称这场比赛 是他的个人奇异生涯 最惊心动魄的一场逆转 之后 越战越勇的聂卫平 连续战胜日本主将 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两位 超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1月5日 61岁的聂卫平 被诊断为直肠癌晚期 手术后 他坦然写道 这辈子遇到的种种困难 我从来都是坚信 自己能扛过去 哪怕就是癌症晚期做手术吧 别人临手术前多少有点胖 我呢 这边麻醉着 我就睡着了 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 聂卫平 还能 有质量地活好几十年 大文学家 大文学家肖伯纳曾经说过 有信心的人 常常能化渺小为伟大 化平庸为神奇 其实在聂卫平的身上 我们时时都可以看到 这种信念的力量 好的 今天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读 聂卫平的自传 力挽狂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